吉娜在国外上学无人追 看完旧照后 朗朗真是取了位潜力骨 最近钢琴家朗朗和他的妻子吉娜在网络上热度非常的高 自从他们公布了结婚的消息之后 就引起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最近他们夫妻俩还一起上了一档真人秀节目叫做幸福三重奏 在节目中他们也时不时的秀恩爱撒狗粮 让很多观众们都表示非常羡慕 朗朗的妻子吉娜的年纪非常年轻 是1994年出生的 吉娜不仅年轻貌美还是个非常有才华的才女 她在钢琴上也是很有成就的 也正是因为喜欢钢琴这一点成就了她和朗朗吧 毕竟有相同的兴趣爱好吉娜和朗朗才会相互吸引 然后走到了一起 其实以前吉娜在国外学习的时候 颜值和身材都算不上很出众 她也说自己在国外上学时都没有人追 而如今的吉娜却是一个拥有天使面孔和魔鬼身材的大美人 网友们都说朗朗取到了一个潜力股 大家怎么看呢